程式二合为一 那我云端上面已经有把 OK已经写好的 这个程式把它放在云端上 基本上的外面这些 外面这些是原来 into的那个程式 那中间这一段是什么呢 读取 读取之后呢其实就是产生一个seql 然后在 做什么呢 exq 就是把它直接塞到资料库里面 最后做一个commit close 大概会这些流程 首先你可能要思考几个问题 第一个我们 还是一样放在原来的资料库 反正上礼拜的 资料库可以放很多个资料表 所以我们不产生一个新的就放原来的 另外的话呢产生一个那个member 01好了 也许我们资料表在member01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会有几个栏位呢 包含编号 编号我们用什么呢 integer 那 姓名用test 那 生日的话用date time 如果你有那个日期的话用date time 血型还用test 手机的话也用test OK 不过其实 当然 如果你有小数点就double 当然 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其实 我会发现这样好像也还是有点复杂 所以呢待会我的写法会 再用更简单的方法 什么方法 就模拟 你把它想像成那个excel一样做法 反正你会用excel 你就会用资料库 OK 所以 待会我写 你会看 基本上呢 写完之后的话 大概是讲这样 OK 就是我把刚刚的file read 把它call过来 那怎么call 第1个 我先拿原来的insert into 这一段 直接怎么样 直接把它复制一个 叫insert cursor 01 insert member OK名称反正自己取 然后呢 我就把程式怎么样 直接 一模一样的 就放在这一个好了 因为刚刚我把它try一下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把它 把它 把它另外再产生一个另外的mod 这个另外的模组 一个module 那这个跟 上个礼拜 等于是 程式一模一样 但是我要做修改 那要改哪一些 其实第1个我用incursor 当成组结构 等一下要把刚刚read 放在它的中间 OK那每个细节都很重要 做出一个动作 可能你就是会 会有问题 因为这东西其实太细了 好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改哪一样 1 把上个礼拜的那个insert的练习 另存有module 2的话呢 里面的当然这个 资料库我用同一个好了 因为一个 一个资料库可以产生无限多个资料表 OK所以我们把它放一起 不要好找 不要一下 1一下2一一堆 那你到时候资料表放哪里都不知道 OK所以就放 一起 好 第2个的话呢 接下来的资料表 上个礼拜我们用table01 那也许我们这边改成叫什么 叫member01好了 反正这个名称自己取 你高兴取什么 记得就好了 OK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也会有几个栏位的 五个栏位 对不对 那五个栏位 我本来是用integer 用什么日期 用datetime 然后 那其他用test 不过我发现 干脆全部就用test好了 全部用test最简单 为什么 因为反正我就 有点像e-sale一样 反正e-sale刚开始你放什么都可以 你要 改的话以后呢 你在 针对那个资料去做 格式上 的 自己在做后 后续的处理 反正程式都可以去转型 那干脆全部都放 怎么放 另外那个栏位名称叫什么 比较好 比如你要叫编号 都可以 不过后来发现 干脆叫abcde好了 因为那个 我就模拟想像成e-sale e-sale不是a栏b栏c栏d栏 所以 我们有五个栏位 干脆叫abcde好了 所以我的逻辑这样 a栏 是test b栏 也是test c栏也是test 有没有 这样子的话好处就是 你应该绝对不会写错 对不对 b 这边改成c 这样应该比较简单 也比较好理解 如果你要把它想 改成其他栏位名称 请你把里面的名称改过 再来形态如果你要改的话 请自己 再把它针对不同形态 自己先去定义好了 OK 这样应该至少 反正就是纯人文字 就最简单了 OK 统一嘛 如果你以后要改的话 自己再去 做个变化 如果 将来你要把它改成整数就int 小数点就double 如果日期时间就date time 另外文字的话用test 如果说 一般还有什么varcha 就是你可能指定文字的长度 不过我是觉得 因为目前 如果资料量不多的话 差别只是效率稍微差一点 不过我感觉好像100万笔之内都 不会差太多 OK 所以其实用这种方式比较简单 应该可以理解 所以我再产生一个member01 的资料表 有点像工作表 里面有ABCDE 五个栏位 接下来我要放资料进去 那资料怎么放进去 就是这一段insert into 可是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符合 那个读档 然后读一笔 写一笔 读一笔 写一笔 所以呢 接下来怎么改 请你把file read 中间这一段 复制 贴到它的哪里呢 新增一笔的这个地方 贴上 好 贴上了OK 那贴上之后的话呢 还要改哪些地方 其实print 这边要改 所以请各位要贴上之后 其实这边可以最大化 请这边有没有最大化的 你可以这样子 如果说回来就按一下就恢复了 最大化 那你可以看到呢 第一个呢 贴上之后的话 那他基本上就会读一笔 在这边读一笔嘛 读一笔之后的话是print 对不对 所以这一个print 请你把它先注解 我希望把它注解 为什么因为 将来还可以拿来参考 接下来下面这两行 有没有 请你多按一个table 为什么table呢 因为它 是需要在 那个 一边读档 一边写录 有没有 那写录的话就靠这两行 产生一个seql语法 然后呢把它执行 执行的话就丢给 那个seql语法 他就是一笔进来 那我就写一笔 一笔进来写一笔 那最后呢 再一次卡密 卡密的话就是说 确定把它新增进去 那close 所以基本上这两行 没有 按个tab 再 回圈里面执行 OK 那回圈里面执行什么 insite into 第一个可能你要改什么 把table01 怎么样 改成 member01 然后面呢请你空一格 刮壶 刮壶的话呢就五个栏位 五个栏位就ae 所以 这个方法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呢你一定不会打错 那如果你用别的方法 我发现 我的经验是同学 都会 即便是 上面是 看得到了还是打错 好 因为 那不如用这个方法 简单 又不容易出错 如果你将来 想要改 你自己再改 Values 这边只有两个栏位 两个资料 请你把它改五个资料 怎么改五个资料 把这个3拿来改 Ctrl鍵按住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所以后面有 Insert into 总共有那个五个资料 那特别注意哦 这五个资料实际上就是什么 把这个放在第1个 把这个放第2个 那怎么放进去我前面讲过 有没有 3选取 双号双号移到中间 加加再移到中间 把这一个 List1 搬进来就好了 这样就OK了 那这个地方呢 再下一个 就改什么呢 改List 等于是第2栏嘛 会改了 如果你怕打错 请注意哦 你一个一个慢慢来 你可以背口诀没关系 保证不会错吧 我想到应该不然 我每次做完我做得很开心 就切画面 大家全部都 撒住了 因为 所以 光看这些都已经头痛 还有什么单引号双引号加 还有一堆的变数 其实说真的你看得懂的人真的看得懂 再看不懂的人哦 怎么看都觉得头与脑上的 所以这个方法应该最简单的吧 我把它back回去哦 本来这样 其实这个概念跟 之前学VVA也蛮像的 VVA里面也是 有没有 串一个变数在里面嘛 可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串个字串 一个字串 里面串一个变数 对一般来讲 居然有这么困难 不过我觉得啊 可能做熟了之后 慢慢你会觉得 好像很 就会越来越简单了 那什么时候会觉得简单 可能要做1000次以上 已经做到熟透了 对不对 如果你很熟了可能也许我应该已经做熟透了对我可能 很习惯那一般没有那么习惯就会 只要一个 不小心 那你就会出错了 OK 好了 我再把双一号双一号移到中间 加加然后呢 把这个list 等于是第一栏的资料 放到里面对不对 那其他也是一样 所以如果说你担心做错 一样嘛 再把他的山选起来 双一号两个 加加两个移到中间 再把这个放过来 这样应该可以看懂意思啦 那其他都如法炮制 那当然如果你要快一点的话 其实 这边到这边嘛 对不对 把它复制一下嘛 贴到这里面来就好了 不过 请注意这个可能是你要动作 够熟练的时候啦 如果你动作不够熟练 请你恢复上一动 上面的方法就好 OK 然后最后的话这个呢 一样是放什么呢 放list4 但是这个要replace掉 那个 换行 所以把这个replace 点replace 这个后面这一串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呢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边来 把它replace 再insert into进去 OK 应该可以看得懂吧 那其实最难的就这一行 OK 但如果你未来你担心错 你这边可以射中断点 有吗 对对对 这边要改成零 对不对 好 所以这要很小心 现在这个地方说真的啊 如果你过得了 那后面就海坡天空了 好 资料库跟各位讲 不不只是seqlify 其他的资料库用法 都一模一样 从我最早二十年前用 就那个seql语法到现在 其实都一样 没有 还用错 有没有 其实就是这样 这以后实在不太清楚 请你把它 自己多超几遍 不然就列印大道的 然后以后 再不然的话就是说真的要留下一些 记录的东西 好 这些其实都 这么一长串 最后呢如果你担心错 过来也许你就是 自己在print 就是在 insert into execute之前 也许可以先把它print出来 不要直接就 就把它执行 不然的话 我的习惯有时候啦 你先不要execute它 你可以先怎么样 先在这边先print它 print 我先把它print出来 因为说实在这个是非常非常容易做错 那你可以在execute之前 先做这件事情 这些也先不要执行 坎触 加斜线 你可以先执行它看看 反正就是insert into 确定一下 后面的语法有没有对称 有没有insert into 自己稍微再check一下 member ABCDE栏 对不对 Value 特别说 即便空格这个也都很重要 你不能说没有空格 没有空格它会出错 然后单引号前后 因为它是文字 是text栏位 所以前后都要有单引号 缺一不可 OK所以你要看前面有后面有 前面有后面有 然后最后的话一定是前刮符 后面有个配有个后刮符 如果完全正确的话 好那你这个时候呢 再来才是怎么样 去执行它 所以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OK了嘛 这个print就不用了 那我就把它insert into execute了 然后并且 把它committ close 然后输入成功 所以接下来的 就非常重要 把它save一下 OK 应该可以知道 我本来是从insert into改 然后把 刚刚file read的这个call过来 只是把这两行 按tap键 让它放在for回圈里面执行 print放进来 OK 最后的紧张关头来 就是 再来看 是不是真的一次可以输入成功 所以我最后把它执行一下 如果看到 输入成功 并且没有错误讯息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是OK的 执行一下 有没有发现 它马上就输入成功了 当然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写slate 最快的方法不如就是 直接调用那个sicle.ly browser 上礼拜提过 Open 哪一个呢 我们的根目底下这个 颗子01.bb 那你会看到 Member有没有出来 有 四个五个栏位 其实这个是我后来想到 因为我本来不是用这个方法 主要是因为顾虑到同学的那种 学习便利 就是简易性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改 你自己再去改 最后确定一下 它里面资料有没有进来 Member 1 点下去 有没有 第一到五十 全部进来了 OK 这样的话 那栏位名称就a到b 就OK了 那后面的话呢我们就是在把它 用那个slate的语法 也许不要用 sicle.ly browser 我们可以用 slate语法再把它 整个读 读出来 那就完成 OK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 先还给各位 OK 评论